自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暂时休市后 北京的蔬果供应情况备受关注 6月15号中午 记者来到西城区物美三里盒店 超市内生鲜蔬菜区的货架上 蔬菜水果等摆放整齐 有个别货架上的产品已经卖空 工作人员正抓紧补货 不少民众有序选购 早上卖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再补货 我们货还是够 对对 绝对充足了 放心 我今天我就买点杏鲍菇 再买点土豆 像现在这个疫情 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他们这菜的供应还是可以的 挺好的 这比菜市场的比较便宜 我以为没菜了呢 我赶紧过来了 一块还行 还挺有很多的 下锅还可以 蔬菜品种也很多 也能供应到老百姓 会考虑囤货吗 不会的 都会随时吃 随时来买 物美集团新闻发言人 许丽娜表示 物美旗下门店 所有猪肉 牛羊肉 生鲜蔬菜类商品 大部分来源于原产地 职菜 可确保食品安全 价格稳定 我们其实受新发地的 这个影响呢 特别小 因为我们的基地呢 像现在这个季节吧 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基地 都是在河北 山东 山东 内蒙 还有辽宁这些地区 货源肯定是没有问题 都在保证 也可以看到 其实卖场里边 我们是在 就是循环的 在给上货 只要货呢 是到了我们大库 大库呢 就把这个车辆马上分配 就是无限次的循环 再给门店上货 我们有一个系统 系统呢 就是把售价锁定 那只要超出 系统锁定的这个范围 那它是受不出去的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向顾客 保证绝不涨价的 一个有效的办法 许丽娜介绍 截至6月14号早晨 共有2100吨蔬果 运抵北京地区的 800多家物美门店 达到平时供应量的3.5倍 能够满足市民需求 昨天吧 我们是实际进京的货源 蔬菜和水果 一共是2100吨 那么今天呢 也预计是有2000吨会到货 整个蔬菜水果的销量呢 是平时的3到4倍 我们卖了近2000吨的蔬菜和水果 6月14号 北京市商务局公示了 包括物美在内的511家 北京连锁超市相关信息 方便不同机构对接采买需求 我们也给这些餐饮呀 还有小的商贩呢 提供一些 就是安全可靠的食材 现在有一些像机关团体的食堂 从昨天开始呢 已经陆续在我们这里边进货 包括呢 今天呢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连锁的餐饮 也开始跟我们在洽谈